各位朋友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不宣而战 马上就开始了演习 这弄了一个台湾和美国都是措手不齐 尤其是美国 美国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那美国也得吹牛啊 美国是这么吹的啊 美国之轮今天说 美军呢 称意料之中 台湾已经派兵随时应对了 不用管他 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的副司令 斯蒂芬在一场活动中说 中国这次军演令人忧虑 但属意料之中 那他还能说啥呢 对吧 你再来看看中国的专家 是这么说的 如果域外国家 胆敢干涉台海事务 他们必将遭到解放军内外加击 从这次东部战区的演习区域上看呢 已经形成了围台的态势 此次演习同时提到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这个提法可以说是第一次提出 那么过去我们的围台军演 主要是围绕着台湾本岛 个别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呢 还涉及到金门法图等等 那么这次东部战区的演习 可以说把区域进一步向东扩展 不但围台军演 而且还进入到第一岛链 甚至会涉及到第二岛链 这就意味着 如果域外国家 胆敢干涉台海事务 甚至用武力的方式干涉台海事务 他们必将遭到解放军内外加击 可以说随着解放军武器装备 和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 我们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区域 已经进一步扩大 从而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 奠定更加坚实的武力基础 这一次啊 其实如果真的是进行武统的话 美国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美国先进的侦查的手段 都丝毫没有料到 解放军的军力 在一瞬间 已经完成了演习的这种包围的布置 那位说呢 美军怎么反应这么慢呢 一个是他在亚洲地区没有优势 是吧 来了也白给 第二个是这都皮了 你知道吗 有人老说演习没有用 没有用 现在我就问你有用了吗 美国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他也不能天天派着航母舰队 在这个南海那儿冒着这个解放军的导弹 跟那儿转悠 那他花多少钱呢 所以真正武统的时候 美国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各位 那台湾的这个单口相声艺术家 这个土房哥 于北辰是这么说的 于北辰说快来快来 他是把要攻打台湾侵略台湾的整体的程序走完一遍 你知道吗 他要把整个 程序走完一遍 武力攻台的程序走完一遍 那我心里想快快 为什么 那我们就知道他的程序啦 我们一辈子从军就不知道中国要怎么打台湾 那他这样子演习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针对 演习完汉光演习立刻修响定 因为那不叫响定了 那就是备阵下药 凉地用兵 赶快快点来 对不对 赶快把你怎么打台湾的告诉我 我们才可以修订我们的固安作战计划 赶快来 那你说来的话会怎么样 我告诉大家 其实国防部在顾立雄接部长后不一样 才三天就不一样 我告诉你 我已经感觉不一样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什么 备战而不求战 现在加了四个字 叫做应战而不避战 所以现在变八个字 八个字 本来是备战不求战 现在叫应战不避战 我再讲白话一点好不好 你来我就会打你啦 有种人来看就这个意思 赶快打 应战而不避战 你敢来我就敢打 嗯 我就独你不敢来 进入十二海里 一定打 就是不避战 我了解 现在国防部态度也硬起来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现役军人没有在怕 嗯 来说那将军你讲的很爽 我也是备役耶 出了事我也要征兆入围耶 出了事之后 我的名牌立刻撕下来 变成将军耶 所以我在怕什么 台湾人没有在怕的啦 中国人不要透过这种方式 不要透过这种方式来恐吓台湾人 理应加外合加恐吓 就是你们做的 所以你看什么东影啊 什么乌丘啊 什么金门马祖 告诉你96我都看过了啦 你们这些招96台海危机 我都看你们来过啦 来了又怎么样 来了又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还说两边协调好 你们不要开枪 我们也不开枪 这次是不是要再协调一次 我告诉你 国防部长换人了啦 国防部长换人了啦 世界上的氛围也转变了啦 站在自由民主的这一边 你们这些专制共产迫害人权的人 我告诉你 你只要赶进来 阴战不必战 听好阴战不必战 想试试看我们的飞弹准不准 来呀 世界局势已经跟 土防哥很狂啊 是不是啊 是啊 好吧 打吧 那开第一枪就完了嘛 好吧 解放军 解放军 早就按捺不住啦 我命令 全军各级 要强化练兵 备战 鲜明导向 坚定不移 把军事训练 摆在战略位置 作为中心工作 抓住不放 抓出成效 要坚定不移 要坚持领导带头 以上率下 坚持实战实训 连战连训 坚持暗纲实训 从临致训 从临致训 我从临致 我从临致 我从临致的临致 全军全力 为人民国 我从临致 严重临致 严有幻想 无法俱证 共战下地分裂 全身分配战斗 全军满地水泪 全身包围通过 这是真久的 柔和 strat 全部清理 与产好了 胚棍 挑变 常 从临致 坐 编 后 没有几个重装合成女 办不了的事 如果有的话 那再加几个吧 好吧 那美国呢 怕这个 赖清德呀 吓尿了 怕把他吓死 赶快呀 派美国的这些军事专家来安慰赖清德 说这个解放军呢 武统台湾面临着很大的登陆的难题 很难登陆 因为台湾呢 他这个地形啊 都是就是近海都是潜滩 如果是在潜滩中登陆的话 这个解放军呢 很困难 说是中国呢 需要部署远超过诺曼底登陆的海陆空 其信息战的力量 作战的难度和兵力的伤亡 也要远超过诺曼底登陆 这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在今年初啊 这个图解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时候 他说呀 很难打 台湾呢 太缺少可攻大型舰船登陆的港口 少数几个深水港呢 很可能会在战时进行战略性的破坏和封锁 以阻挡解放军顺利登陆 台湾的西海岸的潜滩 不适合大型的军舰停靠 意味着大型军舰将停泊在距离海滩较远的位置 用小型的船舶输送兵力 登陆作战 这些登陆部队会被大批量的歼灭在海滩上 台湾的东海岸依托悬崖掘壁和崇山峻岭 不适合登陆作战 台湾守军聚守战略要塞会极大的迟滞解放军 并对他们造成惨重的伤亡 即使解放军以巨大的交换比例成功登陆 并占领台湾的主要城市 除了在登陆贪图阵地上 遭受巨大的损失之外 还要面临着复杂的巷战和丛尼游击战 即使解放军企图首先打下台北 进入台北的主要通道 可以凭借天险的优势 对解放军造成巨大的伤亡 这种一开战就进入绞肉机模式的战争 对于台湾来说伤亡也会非常大 但是解放军方面肯定伤亡更大 台湾社会团结程度和抵抗的决心 将决定台湾的守军能否坚持抵抗到 有军来增援 美国国内因为是否出兵援助 会产生巨大的分裂间隙 日本可能会首先对台湾进行军事援助 美国的党争结果会决定 美军会不会直接与中国军队开战 这个智库你别说还没胡说八道是吧 他也认为美军跟解放军开战有巨大的阻碍 是吧 那么 高位 他说的对吗 你们听出来这里边的漏洞了吗 这个所谓的智库是拿的诺曼底登陆来做例子 那是二战时期啊 你就相当于拿前朝的刀来打当今的仗 是吗 解放军真的要像诺曼底登陆那样上岸去打吗 所以这个美国的智库说实在的也是一糊涂车子 那这个军事博主呢 他说的就比较客观 说这个如果是要武统台湾 至少要一百万士兵可能还不够 他们呢至少将需要一万多艘船 不仅仅是军舰而且会使用任何可用的船只 至少需要六个九个月六到九个月来准备这样的战争 部队的集结啊需要十二到十八个月 美国到现在都没有发现解放军是如何把台湾给围了的 是吧你能发现解放军进行了军力集结吗 美国这还是吹牛逼呢 是吧 不过这个博主说的都是对 至少需要一万艘船 这一万艘船是干嘛的呀 我来告诉大家吧 所以我当时提出的那个战术 无人能解 根本用不着登陆 如果我指挥解放军的话啊 各位 那就是一万艘中国的平板集装箱商船 在台湾海峡浩浩荡荡 开到台湾的近海 把中国的火箭炮 中国的各种的火炮搬到船上去 那位说了 你这太笨了 那人家的反舰导弹 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啊 美国的反舰导弹的库存 只有5000枚不到 一周之内将就会打光 而且后续跟不上来 5000枚反舰导弹 在这个外围中国严密的 军舰的防护防空网之下 能够打成几艘船啊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根本是杯水车薪 而中国的自动化的 全自动化的导弹生产线 一天能生产1000枚各种各样的导弹 中国的军工能力是世界上最恐怖的 大伙明白了吗 我就请问 我的这个战术如何解呀 在那个集装箱船上 靠近台湾海啊 万炮齐发的场面 还用登陆吗各位 还用得着登陆吗 再说了 即便是登陆之后 你想跟解放军打巷战 解放军可不是以前的那个解放军了 你跟解放军打巷战 那来吧 每个解放军带个这个 我就觉得 你如何破呀 您将如何应对呀 天上飞的是集群的无人机 地上跑的是集群的武装机器狗 我就请问阁下 丛林战还打吗 那位说我打巷战 好吧 再看看巷战 各位 想跟解放军打巷战啊 这解放军火力不足恐惧症 已经深入骨髓了 把密集阵 把箭炮 都搬到装甲车上去了 那不是还没见面呢 就成了肉酱了吗 解放军 登陆难吗 不用登陆 这仗就打完了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